好,同学们,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叫单位 中文叫单位 英文叫place value 就是这个value的place 所以,比如说,我随便说一个数 38452 38452 我们会说这个数字38452 但是如果你这么说,别人会不知道是个大数还是小数都搞不清楚 所以你最好要写出它,要说出来它是几百,是几千,是几万,几十万 这样说出来 用英文是ten thousand or hundred thousand or million you speak it out, speak it very clearly and there is a name for it,对不对 它都有一个名字 中文的名字是什么呢 在最右边这一位是个位 往左一位是十位 这个是五十,对不对 再往左一位 百位 然后是千 然后是万 然后是十万 然后是百万 所以我们干脆写一个大点的数 四三八四五二 这个数字我们怎么念呢 四十万 三万 八千 四百 五十二 但是我们不是念成四十万 三万 我们念成四十三万 到万 到这里打一个劲儿 四十三 四十三万 八千 四百 五十二 用英文呢 这个是 once once tens it's pretty tense hundreds thousands ten thousands hundreds thousands hundreds thousands so it's four hundred thirty-eight thousands four hundred fifty-two four hundred thirty-eight thousand four hundred fifty-two so 如果你要是念这个数字 杨老师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你就先把这个写出来 各十百千万 各十百千万 用中文念 很好念 各十百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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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念它五遍 你以后就慢慢记住了 所以你写数字的时候 老师打一个框 各十百千万 留出这么一个框框来 来 拿一只另一个颜色的笔 我干脆 我干脆就写出这样一个框框 然后老师给我出的任何一个数 老师随便写一个数 五四三二一 所以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一 是不是很简单 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一 如果你用英文念呢 是 fifty-four thousand three hundred twenty-one 而且 一定要记住 数字一大 每隔三位 打一个都好 从右边开始数 从右边数 不要从左边数 不要从左边数 要是放在这 左边三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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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这样做 从右边开始数 各十百五千 各十百千 到这里 五四三二一 别人一听 五四三二一 到底是多大的数 如果你说 fifty-four thousand three hundred twenty-one 是不是就很好念了 是不是别人就可以 就能够能够理解了 fifty thousand 买一辆汽车 买一间房子 买 oh gosh 买多少多少本书 对不对 买 买整个一间房子 这么多书 好了 所以 今天我们要学的 就是 把各十百千万 写下来 然后 你来按照顺序 念书 好 杨老师现在给你留几个作业 你现在要练习念 三八四五五六 七九六三一 三万八千四百五十六 七万九千六百三十一 不要告诉别人 记住这个 你就什么都会了 好 再见 同学们 别 别乱说完好 别乱说完好 别乱说完好